之前國際監委了間諜氣球 吵不不休 但現在日本發現一顆 間諜的鐵球 哇 你看到 連自衛隊都出動去調查 博書道的鐵球 有一顆更神秘啦 嘉明最近科學家發現了喔 我們地球的中心 有一顆金屬球 長達600多公里耶 對 確實沒錯 剛剛明居演講得沒錯 現在間諜氣球 其實大家很緊張 那剛剛我們看到那顆 間諜鐵球 你看 很大顆喔 有沒有 而且它是出現在 日本近鋼線的沙灘上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來看到這一篇報導 其實這個是有民眾 他去散步 海邊散步 走走走走走 竟然看到這一顆 你遠看我還以為是月亮有沒有 沒有 它是一個鐵球 就卡在這個沙灘當中 而且它還有部分 是埋在沙裡面 原本不以為意就回家了 但是想想 欸 好像不對 最近這種間諜氣球越來越大 而且會不會是爆獵物啊 對啊 所以他就趕快打電話 報警說 那個我在沙灘哪裡哪裡 看到一個好大顆的一個東西 金屬的東西 看起來就像水雷一樣 所以警察也很擔心 想說如果這個是真的是水雷 如果真的是爆破了 尤其附近最近海域的 周邊國際關係非常的緊張 會不會是來自 國際間的一些爆裂物呢 所以包含警察也好 他們出動了防暴部隊 防暴小組到現場 透過S光機去做探測 看看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包含甚至他們的自衛隊 也都來到現場來做戒備 接著你看到這個鐵球多大 大概150公分 也就是說高度大概到這邊 直徑150公分 大概就這麼大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包含警示廳的人員 包含自衛隊 在那邊仔細看 因為我也害怕它是爆裂物嘛 對不對 幸好經過S光機來做檢測之後 發現它裡頭是空心的 那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東西 網友都哭手說 這看起來難道是哥吉拉的蛋嗎 海底啊 海底動物哥吉拉的蛋嗎 對 當然之後 去經過調查之後發現 沒有啦這個是海上的一個浮標 金屬製的海上浮標 原來如此 雖然說這個也上網去查 國外是真的有 這類型的一個產品沒有錯 但是一般來說 這種東西不太用在漁業上面 它反而是一些做調查類的 上面有很多的感知器等等 但是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漂來這邊 當然後續還要去做調查 至少先解決了 立即性的一個危險 不過剛剛明君也講到 這個鐵球最近正夯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現在說我們地球的正中心 是一顆644公里的一個鐵球耶 過去說地球正中心 藏了什麼樣的物品 大家都非常好奇 各國也都想要研究 到底地球中心藏了什麼 不過有人家說 我們地球中心其實蠻單純 就是一顆鐵球嗎 對 這聽起來感覺 好像跟我們從小看這種百科全書 念地球科學 感覺不太一樣對不對 我們來看到這個地球的剖面圖 其實地球分成幾個層次 第一個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叫做地殼對不對 在中間這個叫做地寒 那這地寒再往裡面走一點 它其實是一個一體的外核 再來裡面這邊是一個固體的內核 所以大家原本以為說 這個固體的內核大概就是 我們認知的地球中心 但是現在發現不是 它裡頭還有一顆圓球 這個圓球就是一顆644公里的鐵球 鐵跟鎳會是它主要的一個成因 但是地球那麼深 地球的半徑有640公里 這麼大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說它裡頭是一個鐵球呢 所以科學家他們就說了 這個研究小組他們是利用地震波 從不同的方向去穿過它 透過它的折射跟反射的一個角度 才知道說它的內核原來常有選機 透過現在的科學方式發現到 原來我們地球的中心 是一顆600多公里的鐵球 由這個鐵跟鎳製成的 但是在現代的科技出來之前 其實過去各個國家都對地心探測 有很大很大的興趣 也做過相當多的實驗 那我們看一下幾個實驗 尤其是俄羅斯的最有趣 所以俄羅斯的人鑽到一半 都鑽到快到地心了 突然打退坑鼓 都聽到了很可怕的聲音耶 其實我覺得我從小應該 就有當科學家的一個潛力 因為我從小知道地球是圓的的時候 我就想說要在我家門口 去挖洞挖挖看有沒有挖到 挖到地球的另外一邊 我真的挖了 但是因為挖到水泥坡 挖不下去就作罷了 但是有這種想法的不是只有我 包含美國 包含俄羅斯都是 先來看俄羅斯 俄羅斯其實他們在1970年代的時候 這個地方其實是在整個 包含像是芬蘭 芬蘭的北邊 跟俄羅斯的交界 這個打星星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柯拉 所以這一個工程叫做 柯拉超生磚孔 從1970年代 他就開始來做這個碳磚的計劃 原本預計他們要挖到一萬五千米 等於挖到15公里 什麼那麼遠 好他們從1970開始挖挖挖挖挖挖挖 挖到1983花了13年的時間 挖到了一萬兩千米了 所以花了十年 我挖了一萬兩千米 距離我的一萬五千米 其實快要差不多了 對不對 大概說三千米左右了 但是到後面再來挖再來挖 挖挖又花了十年 挖到一萬五了沒 沒有 大概挖一萬四千多而已 就花了十年的時間 但是這整個計劃 在1993年 全部都停止下來了 為什麼 我都已經挖到一萬二 甚至我往下突破 也挖到一萬四了 我目標挖一萬五 為什麼不繼續挖 當然對外的說法是說 因為經費不夠 沒錢繼續挖 沒辦法繼續挖下去 但是這個說法 卻被當時參與的科學家給打臉了 他提出幾個證據 第一個 我們來看到這張照片 這個是柯拉超專孔裡頭 就我們剛剛看到畫面 它不斷往下挖 挖出來的這個岩芯樣本 因為其實我透過這磚孔下去挖 我當然可以去了解它這個 地殼底下這個深層的 這個組成的分子 這個東西其實挖起來 非常的有研究價值 但是他們在9500米的時候 9500米的時候 他們挖出來的岩芯樣本當中 他發現裡頭還有非常高的一個含金量 因為在這個地層當中 它剛好就經過很多黃金 很多鑽石 比較堅硬的這個地殼當中 所以在這個部分他們找到說 這個含金量當中 它是一頓裡頭包含了 這一個80克的含金量 這個大家可能沒有什麼概念對不對 一般來說我們在地表上面 如果說你發現這個土 這個土裡面 這個岩層裡頭的含金量 有黃金 只要有4克 一頓裡頭有4克 就表示它具有相當高的開發價值 很多人都會去搶的開發 對 而且在地表上 你很少會看到 一頓包含10克的黃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它一頓就有80克 再怎麼樣也要挖下去吧 如果你是俄羅斯 如果你是蘇聯 你要不要挖 要啊 還不挖到一萬兩千米了 挖出來我就虛翻了對不對 而且照樣講你會繼續開發 但是沒有繼續開發 繼續 他們就講就是說 就是因為經費不夠 如果經費不夠 我挖開發出來 我就經費就夠了 賣一賣就好啦 所以原因就在於 他們再往下挖 挖到一千四百米的時候 那個時候 透過這一個 當時研究人員的 這一個畫面也可以看到 挖下去他們卻聽到一個 不可思議的聲音 我們來看這段畫面 他們就你透過這一個 我們往這一個 深磚洞下去這個畫面 要不要聽到感覺好像 好像很多人的聲音對不對 對 是這種聲音 而且其實你仔細聽 它不時可以聽到 好像有女生在尖叫的聲音 而且是很多人那種 哀嚎痛苦的那個聲音 所以嘉明這就是這個 柯拉超深磚孔的 鏡頭往下拍 對 沒錯 一路往下拍很深耶 他們挖到一萬四千米的時候 他們先發現說 往裡頭鑽鑽鑽鑽鑽鑽 鑽到這個機器 因為你如果說在很深的岩層 你在鑽的時候 你會覺得卡卡硬硬的對不對 但是你鑽到這個 14公里 就一萬四千米的時候 他發現了 出現怪怪的地方 因為它突然劇烈的轉動 而且顯示地底下 有一個巨大的空間 有一個地方是空的 對 這我們來理解 他照講他應該都是十星 差半往下鑽對不對 但是他會覺得說 突然有一個巨大空間 因為你如果是緊實的這樣鑽的話 你一定是很密的這樣對不對 但如果你空的時候 他鑽頭就會開始轉 所以就發現有一個巨大的空間 那這時候 研究人覺得不太對 對不對 那所以他們就把這個鑽頭 再把它抽起來 就抽起來之後 有高溫的熱氣 直接這樣噴出來之外 他還噴出了什麼東西 但當時的地質學員 他說他看到了 有一頭長有獠牙 眼神充滿邪惡的巨大怪物 就從這個鑽孔洞裡頭 飛了出來 怎麼可能 所以那個時候他覺得說 怎麼會發生這種東西 好但看到了有這種東西出來 他說他親眼看見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就覺得 可是我還是想知道 這到底裡頭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有巨大空間 為什麼這麼奇怪 所以他就去拿了一個實音器 這個拿來聽聲音的 有點像聽整器 這平常是來聽 這種地殼移動聲音的 所以他就看到我們這個畫面 他把這實音器 往裡頭下去放 所以就聽到了我們剛剛 剛剛說有一個空間 有這個怪物飛出來 而且還聽到了 好多人在尖叫 很痛苦的這個聲音 照理說這實音器放下去 會聽到可能地殼移動的聲音 或地殼裡面變化的聲音 但不會是這樣 很像尖叫的聲音 科學家就嚇到了啦 對 所以這個科學家 他也講就是說 我平常無神論者嘛 對不對 我是科學家 我到底不會相信什麼神 不會相信鬼 不會相信天堂 不會相信地獄 但他鑽到這麼深的一個地方 他會覺得說 莫非他是一個 地獄的一個開端嗎 但其實在俄羅斯的這之外 其實包含美國 他在1958年 他也有啟動一個莫獲計畫 他也是針對太平洋 比較淺的地殼下去挖 也是挖了好幾公里